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历代至上十七章 一至四节 七至十二节 大卫住进他的宫殿后 召来先知拿丹 对他说 看那 我住在华丽的香柏木宫殿内 但上主的药柜 却在外面的帐幕里 拿丹对大卫说 你有什么想法就去做吧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但就在当天夜里 上帝对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 上主这样宣告 为我建造殿羽的人 不是你 现在你去对我的仆人大卫说 天君的上主这样宣告 我带你离开草场 使你不再目放羊群 并拣选你作我指民以色列的领袖 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一直与你同在 我在你眼前消灭了你所有的敌人 现在 我要使你扬名 像世上所有黑黑有名的人一样 我要为我的指民以色列 预备一个家园 把他们栽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永远不受骚扰 邪恶的国家 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压逼他们 不再像我派事 统治我的指民以色列的日子以来一样 我必打败你所有的敌人 此外 我宣告 上主要为你建立一个家 一个皇朝 你死后归到你列祖那里的时候 我必会兴起你的一位后裔 你的一个儿子 我要使他的国强大 他要为我建造一座殿羽 一座圣殿 我要使他的皇位永远稳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上帝在立约关系中的主权 上帝和人立约 上帝是主动 而人是被动 大卫希望为上帝建造圣殿 上帝明白他的心意 但是这个并不是上帝的计划 在立约的关系里面 上帝和人并非处于平等地位 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 而人只需要作出适当的回应 有很多人希望为上帝做大事 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 是上帝希望我们为他做大事 也或是我们希望自己为上帝做大事呢? 两者的分别在于哪个是掌权者 前者的主权在于上帝 而后者的主权在于自己 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 彼此互相配搭 有牧者服侍数千人的大教会 也都有牧者服侍数十人的基层教会 其他人看前者的教会是成功的例子 而后者很久都没有增长 却是恰恰相反 在上帝的眼里面 两者都是服侍 只是人 是不是愿意将个人主权交出来 谦卑顺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服侍群体? 上帝没有让大卫为祂建造圣殿 并不是大卫没有才能或者不够忠诚 而上帝应许让大卫的后代为祂建造圣殿 也不是因为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 上帝的爱永远不离开大卫的后代 永远建立祂的国 这个全是恩典 美好、伟大的侍奉 原来不一定是上帝的心意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折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